游泳、鋪地板、自己一跳游都還可以 但搬家絲真的搞不定 於是乎我們的Girls Power 又來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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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嘩 嘩 Hello 大家好 我是Polly 想不到時間一年之後 我有第二個Studio 裝修日記第二集 之前的Studio就是JLT Studio 而這個Studio就真的屬於我自己的Studio 你看到是不是很曬 因為我這裡是西斜 是我最喜歡的西斜 還有我最喜歡的林景 超級開心 超級興奮的 一開始看到這個單位的時候 是一個很長方形的單位 這個六百多尺 其實夠了我自己一個人用的 那為什麼會有自己的Studio呢 其實一切是源於我現在開始學打鼓起的 我很需要一個地方 可以讓我放到我的鼓 還有讓我練習鼓的 所以我就密密地找一個地方 可以讓我這樣做 那一刻找到這麼漂亮的地方 我就覺得 唉 除了打鼓之外 我真的用盡它 結果這裏就變成了 又可以讓我拍攝 又可以讓我打鼓的地方 我三天後才正式交收這個單位 業主很好 他給我交收之前 都來試一下油油 然後就試一下鋪一下地板 看看顏色 甚至量一下尺 畫一下位 就不用浪費了一個月面的周期 木板我之前已經選好了要這個顏色 這裏是跟我JLT Studio那裏是不同的 這裏比較深色 其實我上一次也來試過幾種不同的顏色的油 但始終還沒找到一種最理想的 這粉紅色有點像JLT那裏 但太少女了 其餘這三種Cream的顏色 我覺得這裏挺好的 我其實有點想兩邊的長的顏色是不同的 所以我今天特地又買了兩罐油來試完它 然後交收那天就順便可以又買油 我前幾天已經是通宵搭檔 砌好預覽圖是怎樣的 然後還有一個平面圖 就是給我今天的度尺 買點我度過一次 但我想再用那些皺紋膠紙 畫好每一個位置 之前的Studio Tour 都很多人問 其實裝修的程序是怎樣的呢 最好就是Plan好這裏的Style 用的顏色和膠紙 先想好 已經買賣了 你到時就不會浪費時間 然後到了Step by Step 就做什麼 我現在一來就橫位 其實你已經知道了這些傢俬大概的位置 然後一定是先做一些大圍大廊的東西 例如油油和鋪地板 這些都是外殼上的東西要先做 然後也有很多人問 到底你這些references 傢俬在哪裡找的呢 references是靠你平時看得多的Style 你一定有你自己申報中想要的東西 就是你想走vintage 走日系 簡約通 想那個環境是怎樣的 那就做一個怎樣的環境出來 所以無緣無故撒多個單位出來 就是令我的行程很緊張 但是我也挺喜歡玩這些裝修的東西 因為我很喜歡看一些東西 又沒有變油 感覺是很神奇的 而且全部都是你一手自己做的 很喜歡這個感覺 有些朋友看完裝修日記 就說 Molly 你可不可以幫我想 其實我覺得很難幫人想的 我不會知道你喜歡什麼的 你應該最清楚是你自己出 最怕的東西就是當他想完之後 但其實他自己是有個想法的 不過我自己的做法 是一定要一定要畫圖 就像現在這樣 要不然我選不到傢俬的 而且今次這個單位 最主要是要省錢為主的 譬如油油自己油 地板自己鋪這些 必須的 定一個預算給自己買傢俬 那這些平鏈圖 我不是用什麼特別的system去畫的 我也是用AI的 所以其實AI和Photoshop 很需要學 就算本身不是讀司機的 我覺得也要說 現在畫完的位置 我大概都知道 那些傢俬到時候 放個位置和我畫的圖 是否相符 這就是新買的粉紅色 這兩隻 粉橫色 這邊就是橫色系列 唉 油軟都很難搞 怎麼搞啊 還有裝修呢 就要給很多的想像力 你看這樣有一小塊 但你要想像 整個牆都是這個樣子 再加這個地板的時候 是怎樣的 這個 這個 選完 我好怕搞亂這兩隻 馬上去買 我現在 那三天後呢 就是交修這個單位 還有順便又有的大日子 好期待啊 我想都是一個月的時間左右 就可以完成所有東西了 這裡 今天 在這個 4月15號 交修日 就是交修這個單位啊 真的很喜歡 在這幾個單位 封鑊分跑 封鑊分跑 然後就可以做 其餘一系列的鋪地板 各樣東西 嘩 氣喘 最後呢 都是如之前的計劃 這邊一個顏色 這邊一個顏色 這次這個 Studio 呢 和JLT Studio 那個做法 有點像 但不同的就是 局限住自己的 預算 以及局限住 時間 上次17隻單位 用了一百天裝修 所以這次差不多的尺數是那裡的三分一的時候 那個時間 我都覺得三分一是make sense的 所以我就限自己30日之內 搞定這個單位 因為 我還有好多片要剪 好多事情要做 我不想卡住在裝修上 然後又有呢 都是自己有 都要找些人來幫忙 所以我就找了我爸爸來幫我 那我們也不是第一次合作的 這個婦女童 那我現在呢 就鋪定報紙 讓我爸爸來呢 那就可以一起油油了 好 這邊的牆已經完成了 過鏡好像沒有看到的粉絲了 粉紅色的 燈光的問題 白光 但很漂亮 然後呢 你們這邊就會看到有粉紅色 這個就是粉紅色 這個就是白色 那現在呢 就去油這一邊 就要油這個 少少vintage味道的奶油白 現在正在開氣 它的牆本身是很白的顏色 就是它做工呢 這個單位其實已經很好 但是我還是覺得 有點冷冰冰的感覺 所以想用一些暖風一點的顏色 就改變一下它少少 少少其實已經是很大的分別 最後我們放了架子之後 啊 終於歷時這個三個多小時 終於也有 很新的 整個隔著呢 立即是溫通了 就不是這樣白實實的 但始終地本身是灰色 相信鋪了地板之後 一定會很漂亮 已經是整個感覺出來了 三天左右呢 那我就再來做地板 好累啊 早安 今天呢 就來鋪地板 終於可以一鋪完地板 即是做完油油 鋪地板 這些基本的東西呢 我就可以鋪在地毯 然後過了幾天之後呢 鋪股呢 就終於都來了 在傢俬來之前呢 我就可以 有空就是練一下股 上一次 Just Like This好像用了 8至12個小時左右 這個分開了兩天的 如果3分1來說 我猜這裡 4至5個小時 可能都不用了 就可以做完 更何況呢 你之前看到這個單位 是長方形的 那隻 所以它沒有那些 剪的位置 變成在鋪地板 是不用花太多的工夫 和時間的 純粹是因為 我也是要排人字 排人字去到某些位 它要Stop 純粹是那個位置 要剪短它 但就不用剪那些 奇形怪狀 那麼複雜 因為這樣直條 就真的實在太普通了 以及以上一次的經驗 看到 排人字實際看下去 它真的會令單位的空間感更大 即是視覺上 因為你可以嘗試想像 人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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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的時候 慢慢把東西擴大 試過效果 當然最漂亮就是魚骨 上一次我們單位都很想用魚骨 但是魚骨實在太難 魚骨其實看上去的感覺 是再高級一點 以及是Vintage 但是沒有 但這次的顏色 我選了深色一點 這次整個釣 很多東西都會比較深色 可能那邊很多都會用一些 蟲木色 白藍木 但這邊就會用 櫻桃木 橡木 胡桃木 這一種 完全是兩樣 但這次也有很多人問 到底這些地板是怎樣鋪的 待會我就一邊鋪一邊講 首先我要換這套衣服 那天油完油之後 告訴大家這雙鞋 是完全變成工人鞋 所以整個裝修都會陪著我 這雙鞋 而且從前之後這雙鞋可以操用 我要先吸塵拖地 這就是一個步驟 塵吸完地 拖完 終於來到拖地板的部分 要把珍珠棉的質地 拖在底線 然後才會再拖地板在上面 我剛剛發現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我沒想到門的隙間 是不夠過木地板的 單位本身用料已經很漂亮 所以牆壁都很隔音 我們唯獨在這裡播很大聲的音樂 外面聽到的原因都是因為門有隙間 所以我就找了這些跳跳 這樣放進去 這樣就可以 沒有音可以走出去 但是 就算我把這雙鞋進去的時候 就發現是不可能開到門的 我就想試一下 除了這雙鞋試 但原來除了這雙鞋試 本身這個 是開不到的 Oh my God 怎麼辦 我想我要找一張很薄的地毯 遮蓋了本身的磚 讓人不知道這裡是沒有木地板 但你們現在知道 即是說我的臉不可以鋪這個地方 在鋪之前就解構一下這個地板 因為上次Just Like This Studio 都很多人問問我這個地板 在哪裡買的 是怎樣做的 是真的木 我以前大學主科的時候 都鋪過木地板 但是那些是黏在木地的膠板 那一隻也很方便 因為你只這樣黏在地上就可以了 但是問題是 當你不要單位離開的時候 你要蓋上那些木地板 是很困難的 因為那些木地板 很多的膠 都留在原先的地上 那時候我和Roommate 是剷了超久 才把膠蓋上來 又用消毒藥水 用了很多很多無盡的方法 但是這些是完全沒有膠的 它是靠旁邊這些 一個個這些位置 和另一塊木地板 拍 所以當你離開的時候 無論你是租宿舊也好 或者你是租房子也好 一些租的地方 用這些就很方便 你離開的時候 就不用那麼麻煩 你一起一邊拍 甚至你弄壞的木地板 都沒有問題 你的地板 依然可以給予原先的地板 我們都是在旺角新田地街 認識這個木地板 大家可以去選購 不算是很貴的 現在我會由這個角落頭開始 的窗邊這個位置 因為在邊邊的位置 就無需要這些黑色的格格 我就會剪掉它 旁邊這些黑色粒粒 是超級容易剪掉的 就這樣剪就很難了 其實是普通的剪刀 這把剪刀也是 就這樣 通常是去到第三塊 這些狀況 像L字的話 就很簡單 其實可以先把這個側面 好 然後你就整塊向前推 這樣就完成了 這裡這樣進去 進去 進去之後 就這樣噴 一樣是OK的 好漂亮啊 但是這裡要注意的是 凡是你這樣做下去 其實是比較難做出來的 很多時候要做出來 就會令到旁邊那些 一卡卡的東西 會爛掉 因為它已經扣緊了 所以最好不要錯 一錯就很麻煩 去到現在這個狀況 除了要休息一休息之外 就是不可以繼續下去了 要開始準備填這些洞 即是說要開始去界 因為如果不然 你一直這樣斜下去 你中間的位置很難做 大家記得戴手套 我今天不記得戴手套 好痛啊 接著很多位置 好了沒有玩過這部機 一年了 唉 快了 唉 剛剛好了 那就可以配到這個位置 現在是凌晨的3點45分 我中血都泡光了 好感動啊 我本身是約3至5個小時 結果我弄了差不多8至9個小時 嘩 但那些地腳線依然是未弄的 我只是這樣放在那裡看看 我搞不定了 明天師傅來裝燈的時候 我先順便黏著地腳線 好累啊 神經病 但是好滿意啊 好漂亮啊 每年有了地板之後 整個鑑咀 都粗奶啊 有地腳線這樣 更Vintage 好漂亮啊 我不僅是說不像家吃飯 我簡直沒得吃飯 而且奉勸大家 真的真的要戴手套 我弄到手都損光了 全部都損光了 然後呢 還有脫皮 神經病 覺得自己又沒有那部機 然後又沒有手套 但我這樣都可以鋪光了 那我們 猜到 嘩 我現在才看到 什麼事分啊 神經病啊 損光了 你不知道以為我打架還是跌倒 好啦 我們等猜到再拍下一段 拜拜 今天呢 就是來裝這套鼓的大約子 這套鼓已經在這裏了 但發現是不包這個鼓椅 然後呢 打鼓阿sir就來了 幫我去設置這套鼓 和調音 然後呢 他竟然來幫我拖地 然後呢 拖地毯 我們就可以開始 開箱這套鼓 耶 那我就可以在這裡練鼓了 超開心 我相信你 都應該猜到 我這套鼓是什麼顏色的 嘩 好漂亮喔 我可以踩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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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次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好啊 時間的關係呢 前幾天呢 我已經來鋪了這些 地腳線 已經弄好了 整個feel都出來 那呢 今天呢 就是來搬架司 油油啊 這些鋪地板啊 自己一跳油呢 我都還可以的 但搬架司真的搞不定 於是乎呢 我們是GIRLESS POWER 又來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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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拍緊的 拍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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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斜 你終於一天他會反過來 你 誰的鞋 你叫我 我不是要他唱過頭 不要打架 你這樣斜斜你不會想下來 不會 不會 你什麼事 行了行了 OK 今天又來開工 今天有幾樣要做的 一定要做好 第一樣就是上次還沒搞定的燈 第二樣就是要貼吸音棉 上面這個環子我會貼上吸音棉 就是為了打鼓的音 就會聽到聲音會更好 然後就是我門口那邊也需要一個窗簾 原因就是 一來我想遮蓋電錶的位置 很噁心 有時候打鼓會這樣拍過去 然後就會看到電掣位 第二就是有布也是有吸音的作用 一來就當作裝飾 二來就是當作遮蓋它 那就要選擇這些布料 很開心啊 沙發那邊的眼睛吊燈 還有現在這裡連續會有三盞深紅色的燈 長度是完全不用切 好難度 這個 什麼事啊 現在是用頭來頂著 好難啊 好累啊 在貼上來的 今天是一個5月10日 大家有沒有看我這個打鼓的挑戰呢 這個打鼓挑戰其實今天應該來到Day7 就是一個星期了 如果未看的話 記得快點去那條片看 因為那條片應該先出 這段時間我就不斷搞裝修 練鼓 還有減肥 請教練來做專 我之前的目標是一個月之內 要搞定這裡的所有傢俬 裝修 現在其實都佔入街景了 已經是八成左右 我今天做的部分 就是後面這個牆 這個木牆 就是用來吸音的這些木 就要貼這些木上 我現在是用一些皺紋膠紙 所以你看到這些是未用膠紙的 今天這個屏風都已經到了 立即打下去 聲音已經印好了 即是傢俬越來越多 當往風況的時候 一來回音沒那麼大 二來這些傢俬也會吸音 所以聲音打出來就會好很多 因為這條管 是有這樣的東西 頂高了 所以不能完全貼著這條東西 就變了有少少空間在中間 但是我貼了這些膠紙 它會不滑下來 所以就一定要用這些工具 剛剛買了很多食物 買了兩個蟹蓉底都爛了 四百多元 這麼大的 然後一個就打算放在古蘭 一個就打算放在廳那邊 而那邊呢 已經剛才幫頓了一個 好貝蘭在這邊 全部都是未轉本的 超級的這個仙人獎 一個裡面有三個柱 都是四百元 然後這個六十五元 其實我還沒買完 我標籤完先 想買多個鐵樹 還有龍血 但是找不到漂亮的 所以應該要再去多一轉 現在就安定好這些食物 所以應該要先放小盆栽 之後應該要放小盆栽 救命好重 啊 啊 因為這幾個星期都瘋狂地下雨 然後我才發現這個單位 很多位置都很容易潛收 通常我都要買一部收拾機 這個問題就是 後面這個隔音的木 很多位置都發了霉菌 所以我現在要處理它 這個跟平時我買回來的木的傢俬 是完全不同 平時木的傢俬 它做了一層coating 即木立油 但是這隻木是原生的木 所以沒有做到這個處理 我買回來的時候 都忽略了這件事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木立油回來做 我從沒試過的 但我上網看 很多人用 而且都很容易用的牌子 就是這個 我現在就試一試它 我買的是MAT的透明顏色 我現在要先處理它 我先加了1.99票發水 以及用牙刷 即是上網看的 然後噴一噴 然後用牙刷拆走綠色的霉菌 然後再上這個木立油上去 現在已經拆了綠色的霉菌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用這些木立油 看裝修日的東西 你經常都會問 為什麼我會認識這個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上網看的 我就搜尋這罐的牌子 它也有些教學的 但別人本身就是 躺在木的桌上 就可以一坨地倒下去 然後做 但我已經做了上場 所以我想我的方法 就像它一樣 用毛巾剪了東西 就立刻塗上去 而且它這些是有很多顏色的 但我不是很想轉這個顏色 因為你本身塗了透明 有一層東西 它都會深色了一點 但如果它還選其他顏色 就直接會轉到其他顏色 現在都乾了 剛才的漂白書 其實它就說它是天然的 不算天拿水的味道 而是它那一層油的味道 所以都要開一些空氣測身機 那我現在開始了 有點緊張 原來推得很開 怪不得一罐這麼小的 它說可以塗在這裡三米 就是這樣 操作很簡單 最好就是一層過這樣油 不要讓它乾了之後 又上第二層 這樣可能會過散了 但我這些不是普通平面 所以有點難塗 這些粒位 因為你太多太少 效果都會不一樣 很均勻 而且它的技巧 千萬不要塗 一塊 因為那一塊就會又有回菌 哎呀 去到這裡 差一點點 我想半米左右 沒有了 又說可以三米 可能我塗得太多 還有最麻煩的東西就是我記性差 忘記自己油了面 到底油了這邊 可能有些我重複了油也不一定 但老實說這個手指是超圓的 現在因為 挖不到 因為長期要塗在那裡 又要花時間弄好這半米 但是效果不錯 這邊是油了 這邊沒有油 所以是深色一點 因為現在還沒完全乾燥 裝修日記終於來到最後一天 就是我做後面的這個掛畫了 現在我是很冷地把它放在梳化上面 但其實我現在是要掛上牆的 但是這裡是要上螺絲 整一整一整 所以我已經掛了很久 你看到現在放在梳化其實是不可以的 因為它是不可以垂直 很不整齊 所以我現在做完這裡 那你的STITUDE TOUR就可以看了 我踩上去 啊啊 那我踩上去 我踩上去了 我踩上去再灶燕 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那我現在還要回家 我那頭會是車廂的 那是誰 那是誰 我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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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用做這些 其實最害怕的是不平衡 現在你用電話的APP 是平水的 你看它已經動在旁邊 那我就會放到畫框那裡 看它的平水 變成做出來的就會很美 好像很棒 成功了 OK! Next! 呼 還有一塊 耶 完美 完美 好了 下班了可以 好了 終於都上場了 舒服了 終於都 那這次的裝飾日記呢 就來到這裡了 其他太多的細節 我們就去下條片的studio tour 我明天就要拍下去了 雖然沒有day one趕 真的30天這樣 完全100%完成 但其實在五月的時候 這裡是可以用到運作 大廊是30天已經可以做到 尤其是打鼓那一部分 因為一開始都說 租這裡是因為我要有個地方打鼓 順便想想不想我這裡可以拍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次已經很厲害 很厲害了 可以在這麼短時間內完成 好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給個LIKE 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G 我們studio tour見 拜拜 她說整個單位都很好 是否就是這個角位呢 她覺得我要放一個 我不能動的東西 而那個東西是要紅色的 就是這樣 那還不是你 對不對 其實整個單位都說 要偏紅色 或者粉紅色 粉紫色 那這些顏色是會比較適合我 那就適合了 紅色真的 我本人也是 對不對